攻击力大作战 在这里击杀任何东西都能加攻击力或者生命值 包括这些花花草草 怎么开局还给我传送到树上呢 原来臭鲨鱼在我脚下 又一次被我踩在脚下了吧 怎么不见大表哥呀 那就不管他了 还好我有内部消息 前期挖矿能快速加攻击力和生命值 好家伙 原来有小道消息是吧 看他被野人追 还说要不要去救他 不管他了 看挖掉这些矿石 一次能加很多生命值呢 在外面打野的时候 看到这些箱子的话可以去开哦 里面有加自身状态的食物或者饮料 哇 这个洞里好多矿石啊 啊 跳过头了 还好刚刚打了一些花草树木加生命 不然这一下我直接死笑笑了 这野人要不要追我到这啊 傻子一个 哇 果然加了很多公鸡跟生命值 幸亏刚刚小表妹的话被我听到了 不然我刷公鸡不知道要刷到什么时候 怎么大表哥也在这里挖矿呀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脑子跟我要灵活 挖矿石 真是美自私 这里有个洞 小野人给你脸了是吗 开局啥没有 装备全靠前 我就勉为其囊的帮你收下啦 小伙伴们 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 特别讨厌这种野人 你打他一下他就跑了 根本不想跟你正面打架 哼 又收回一套装备 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变天呢 大表哥 Boss出来了 哎 小小虚空妄语 我来搞定他 小心 他要打你了 上 我还以为他能一下子把我秒了呢 我才掉了一点点血 虚空妄语就这样 大表哥 刚刚你跑到哪去了呀 去挖了一会儿矿 还做掉了几个野人而已 嗯 为什么臭鲨鱼 你的攻击力这么高啊 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因为我是女孩子呀 女孩子攻击力高不是正常吗 这什么奇奇怪怪的解释啊 走吧 我们去打下一个Boss 虚空晃一门 会越比刚刚的 不会呀 也就三秒搞定了 我来我来 这 这怎么上去呀 我来我来 我有状态饮料 喝完轻松二段跳上去 这些东西好像也用不上呀 来大表哥 把暂时给你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呢 诶 我被传送到什么地方了 什么都看不到 还一直掉鞋 对了 为什么你一直在掉鞋 大表哥 你能看到东西吗 我肯定可以呀 不然怎么能在你面前扛你 哎呦 你扛我干嘛 这不是趁我病要我命呢 那你都动不了了 我干脆直接帮你一把咯 你不是人 我没了 嘿嘿嘿嘿 我没了 我没了